康林国际集团小林开讲 更多影片请看贴文串 平时照顾阿公 顺便照顾阿嬷 这样也是不行的哦 基于劳动契约 我们的看护只能照顾一个 也就是合约里面的那位被照顾着 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那看护要负责被照顾者的三餐 跟他的亲戚衣物 那如果说顺便照顾全家人的三餐 跟亲戚全家人的衣物呢 这样也是不行的 这只是变相的增加他的工作 跟违反合约的内容哦 顾主会说 那我多给他一些薪水 他就可以做那些事情了吧 如果他同意 难道真的没办法吗 其实 这个真的就是不行 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形式 让他去做刚刚所述的所有事情 只要他不在合约范围内 跟违反劳动契约 就是都不可以做哦 一公找康林 问题问小林 请留言按赞分享